1983年山东省藻庄市 出现了四名骇人的劫匪 他们专抢出租车 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被害者都是身重述使道 无疑醒眠 隔天一早 郊外的小树林里发现一举男士 特案组杨队赶到现场 据派出所反映 这已经是本市第四起抢车杀人案 几次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抢的全都是出租车 目前只有一条有用线索 就是案发当晚有一个目击者 很快目击者被传唤到警局 据他陈述 劫匪一共四人 个个都长得凶神恶杀 而且每人都手持匕首 他们作案时都非常冷静 完全看不出慌乱 杨队问他是否记得劫匪的长相 后面两个人在黑影里看不清 前面那个大概有一米七丁左右 长长脸 还有一个小鸽子 长得挺凶 大概有三岁左右 从目击者提供的线索来看 这是一群惯犯 而且处事非常凶残 狡猾 现场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根据目前的情况 杨队分析出两种可能 第一 歹徒应该是本地人 他们不仅对地形熟悉 胆子还特别大 第二 歹徒是外地流窜过来的 作案后迅速逃离了本地 现在有个最头疼的问题 法医经尸检判断 死者是凌晨一点遇害的 而警方接到报案是上午九点 这中间间隔有足足八个小时 他们说不定早就远走高飞了 照这样查下去 无疑是大海捞针 杨队下令 严格盘查各大车站以及关卡 一有可疑人员 立即拒捕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群胆大包天的歹徒 并没有离开本市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几人已经把昨晚抢来的出租车 换成了八万块 每人平分两万 为首的黑猫吩咐几人 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段时间市区风生紧 暂时不要互相联系 最好是回老家躲躲 没多久 杨队就接到市民的举报电话 迎宾酒店发现了可疑人员 据酒店经理所说 酒店来了四名客人 相貌都很凶 其中一个是长条脸 最奇怪的是 他们四个人只开了一间房 服务员打扫卫生室 还发现了几把匕首 一位歹徒十分凶残 洋队调来了大量警力 可破门进入后 才发现这几人 只是盗墓的小毛贼 虽然他们不是警方 要抓的目标 但也算是为国家 清除了一个毒瘤 与此同时 黑猫找到了老乡好玉子 他让玉子收拾好行李 准备带着赃款回乡下 躲一段时间 可傻蛋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准备坐大巴车回老家 可车站到处都是警察 傻蛋这贼没数眼的模样 很快就成了警方 重点盘查对象 警察越走越近 傻蛋就越发紧张 警察询问他包里装的是什么 傻蛋抱着背包 死也不松手 当警察要将他强行带走时 傻蛋还准备跳窗逃跑 奈何身体过于弱小 三两下就被警察致服 在傻蛋的包里 警员找到两万块钱 这钱拿来了 说 这人能握了钱 就以这个样 有这么多钱 我没有杀人 傻蛋 杀人来 我没有杀人 快 我没有杀人 傻蛋不会是傻蛋 几句话的功夫 就不打自着了 成功给特案组 带来了突破口 面对审讯 傻蛋哆哆嗦嗦地说 自己没有杀人 一切都是另外三人做的 自己不过就是个跑腿的 警花小美安抚好她的情绪 并向她做出承诺 只要一五一十交代清楚 法官会从宽处理 听到这番话 傻蛋的神色才缓和下来 他说这一切都是黑猫一手策划的 总共四起抢车案 自己只参加过一次 杨队质问他 黑猫目前在什么地方 傻蛋说不清楚 不过黑猫跟一个叫玉子的女人 走得很近 死人是理发店的洗头妹 以往抢完车后 黑猫都会去找她 下午 杨队就来到玉子所在的理发店 不成想却扑了个空 老板说他回老家了 还请了一个月的假 估计是不会来上班了 至于他老家在哪 老板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 又断了 1983年 山东省早庄市 出现了几个出租车杀手 短短数月 就有四名司机惨遭毒手 警方通过大力调查 抓捕了其中一名从犯 其余三名歹徒不知去向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 傻蛋的BP机响了 来电号码的归属地在乐川县 杨队推测 这个从外地打电话过来的人 肯定跟抢车案有着密切的关联 双方通过BP机联系 如果不回个电话过去 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杨队想了一个办法 让傻蛋回个电话 如果对方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那就直接进行抓捕 很快 傻蛋便拨通了号码 不出所料 对方正是黑猫 他约傻蛋去县议中门口集合 说有重要的事情交代 得到这一消息 杨队很快就有了主意 让傻蛋做警方的线人 将黑猫给引出来 傻蛋听到杨队的计划 立马就怂了 隔天 杨队带着傻蛋驱车来到乐川县 然而警方在现役中门口连续蹲守了好几天 却一直不见黑猫的踪影 杨队怀疑 黑猫应该就在附近监视着傻蛋 只有确认安全 他才会出现 想到这 杨队决定来一招引蛇出动 让傻蛋独自行动 警方则装作路人 在不远处监视他 果不其然 狡猾的黑猫终于露面了 他不动声色地跟在傻蛋身后 一路尾随他来到巷子里 可下一秒 傻蛋就被黑猫拖进了面包车里 接着一脚地板油 车子便扬长而去 等杨队赶到时 早已不见傻蛋的身影 这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另一边 另外两名歹徒张斌 跟张健正在悠闲地钓着鱼 由于天气过于炎热 再加上张斌喝了两瓶猫尿 性格暴躁的他 很快就坐不住了 离开时 看着一旁的大爷钓了不少鱼 极度心驱使他一脚踢翻了鱼桶 大爷从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拉着张斌就要去派出所 怎料竟被这家伙一把推翻在地 这还不算完 他仗着自己一米六三的身高 捏起拳头就要揍大爷 四周的吃瓜群众终于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他的不是 见嘴巴上讨不到便宜 张斌直接从兜里掏出一把弹簧刀 嘴里还叫嚣着 上来一步试试 眼看事态愈发严重 张健急忙上前解围 说张斌猫尿喝多了 希望得到谅解 可这简单的两句话 哪能消除群众的愤怒 没一会 后方就冲出一群手拿锄头的汉子 见此情景 张健拉着张斌就往林子深处跑去 再不跑就要被大血拔快了 很快 大爷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根据他提供的体貌特征 小美立马意识到 逃跑的两人 就是抢车案的另外两名歹徒 然而 等小美带人赶到时 张斌两人早已逃之夭夭 据报案大爷说 张斌他们刚跑走不到一个小时 逃跑的方向是前方的山沟里 小美当即决定兵分两路 他和警员小李 沿着张斌两人的逃跑路线追上去 村民则去警局请求支援 小美等人小心翼翼地往山沟里摸索着 没过多久就发现了张斌两人的身影 在追逐的过程中 张斌跟张健分开逃跑 小美和小李也只好分头追捕 连续几公里的长跑 张健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此时增援的警察已从另一条道包抄过来 张健无路可逃 只能躲进草丛里 奈何警方人数太多 将他给团团围图 这回张健插翅南飞 最终在村民的帮助下 成功将张健缉拿归案 而小李却被打成了重伤 张斌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前这个傻傻的男人 名叫傻蛋 他有着两重身份 既是一名无恶不作的歹徒 同时也是警方的眼线 黑猫将傻蛋带到玉子家里 一进门 他就询问傻蛋 来的时候有没有被人跟踪 傻蛋自然不敢说实话 连忙说没有 从黑猫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并没有发现傻蛋是警方的线人 反而觉得张斌两人出事了 因为自分开后 他就一直联系不上张斌 如果他们出事了 肯定会把自己给供出去 说着 黑猫便让傻蛋去找个公用电话 联系张斌两人 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出事 傻蛋出门后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 最终还是决定向羊队透露这个信息 争取将功补过 然而傻蛋紧张兮兮的样子 被里屋的黑猫禁收眼底 他已然明白了一切 得知傻蛋叛选 黑猫在腰间藏了一款炸药 然后让玉子收拾好行李 准备来个绝地大逃亡 半小时后 羊队带人来到玉子家 黑猫却早已不见踪影 正在此时 玉子的母亲回了家 羊队急忙向她打听黑猫的行动 不料大妈怎么也不肯交代 显然不知道自己这是在犯法 无奈 羊队只好将黑猫杀人一事说了出来 并极力劝解她配合警方的工作 大妈这才如实交代 说两人二十分钟前坐汽车走了 羊队立即前往车站 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严密搜查 之后在工作人员得知 半小时前只发了一趟车 由于是下一天 汽车应该没有走多远 来不及多想 羊队立即驱车追了上去 没一会就逼停了目标车辆 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 不让黑猫有挟持人质的机会 羊队假扮乘客上车观察 巡视了一圈后 他的眼睛就锁定在了黑猫的身上 见这家伙并没有察觉出一样 羊队谨慎的靠近 准备抓他个出其不意 可狡猾的黑猫早就看出了问题 只见他掏出手枪指向警员 羊队眼疾手快 立即举枪抵在黑猫的后脑上 然而这一切都在黑猫的掌控之中 他不紧不慢的告诉羊队 躲别躲 我身上帮了全是傻子 你要咱动 我这一拉咱全承认 都在图不于尽 考虑到车上乘客的安全 羊队只好放下手中的武器 听从黑猫的要求 起初羊队还想谈条件 让他放了车上的乘客 自己留下来当人质 那两个小 那两个命 那这多少钱 啊 这一车两个命 这个账 我都算不清 往后站 告诉司机 把车 我开他飞行 没办法 羊队只能听话照做 仰看马上就要到机场 羊队心急如焚 机场一天的人流量就是好几万 如果就这样放黑猫进去 那麻烦就大了 羊队心里很清楚 必须在车上将黑猫拿下 当黑猫准备下车时 羊队意识到机会来了 趁黑猫分身 羊队一手抓住他的手将 另一只手死死压住他怀里的炸药 见此情形 乘客们也纷纷上前帮忙 至此 黑猫成功被抓获 而最后一名逃犯张宾 也在市民的举报下 被成功逮捕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俗话说得好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四名歹徒以这样的手段劫财 必将自食饿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